中文字幕志愿者 震惊全国的天津特大交通事故的真实画面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三十苦名大学生瞬间被夺走行李 高速路上的惨状令人不忍之事 就连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见此状况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场情况又为何如此惨烈 时间回到2017年10月7日 此时正是国庆小商家的最后一天 原本应该是轻松的时刻 天津市110指挥中心却突然忙碌了起来 最先报警的人称高速上发生了车祸 已经死了20多个人 原本还因为对方在夸大几次 没想到紧接着 指挥中心的报警电话陆续响起 所有人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 发生了车祸 很多人为此丧命 很显然报警人已经被吓得欲无伦次 压根就说不清楚事发地究竟在哪 为此双方都非常着急 好在经过询问 终于得知事故发生在冰暴高速上 一时之间 公安干净 消防车辆 以及数十辆救护车纷纷出动 前往事发场地 所有人都非常焦急 因为事故发生后的半个小时之内 是非常重要的黄旗时间 如果不及时救援 很难保证会不会再次出现意外情况 紧赶慢赶二十分钟后 救援人员终于赶到了现场 然而 现场的荧幕却连所有人都无比的痛心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看起来并不严重 相比之下 旁边的大客车简直惨不忍睹 大客车整个车辆发生测犯 玻璃碎了一地 早已面目全非 更令人心惊的是 旁边的护栏直接穿透大客车 从现场不难看出 大客车被护栏穿透后 应该还滑行了一段距离 在大客车的滑行轨道上 无论是高速路上 还是旁边的垢立 甚至路边的田地里 只叫肉眼可见的地方 谈满了已经遇害乘客的遗体 并且他们的年龄看起来都不大 现场的惨烈情况 令盼汉的民警们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据了解 这些乘客大多数都是 刚入学的大学生 或者年轻的护栏人员 眼前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现场暗静的可怕 医护人员 紧急将幸存者送进医院救治 令人心痛的是 车上55名乘客 被送去救治的只有20人 剩下的35条年轻生命 永远都溜在了 这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 救援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 而此时 一个疑惑始终困扰着 现场的民警们 冰暴高速连接众多地区 是一条刚刚运行不久的 全新高速 不仅车路量不大 车况也非常不错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 这么严重的车祸才对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视频中的惊险一幕 发生在冰暴高速路段 短短7秒钟的时间之内 大客车就致力破碎 35名大学生为此命丧皇权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 司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2017年10月7日 车祸发生后 警方随即的事故过程 展开了调查 据幸存者小江和婷婷表示 当天下午 他们乘坐的这辆大客车 从宝丁前往荡山 尤其是国庆的最后一天 因此车上有很多 准备返校的大学生 下午三点多 大客车上了这辆高速 当时大客车行驶在第二车道 属于游西向东行驶 原本一切都没有问题 由于路程比较远 车上的乘客 也都纷纷选择了睡觉 或者忙自己的事情 然而 一辆小轿车的出现 瞬间打破了这种安宁的氛围 下午三点56分左右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出现在大客车的左边车道 并很快追赶上来 与大客车并行 此时所有人都觉得正常 并没有在意 殊不知灾难正在一步步的逼近 很快大客车 不知为何 就撞在了小轿车的右后门上 小轿车被撞后 瞬间180度大转弯 逆时针变相掉头 铁靠在中心湖栏上 并滑行了27米多 最终才停了下来 而大客车被撞之后 往左侧驶去 客车司机却在被撞后 进行了一个致命的操作 他并没有停下或者减速 而是紧急向右转动方向盘 企图将车子稳住 结果却适得击反 车辆不仅没有稳住 还不受控制地向右边冲去 此时客车司机还没有刹车 而是又慌乱地往左猛打方向盘 但此时车辆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狠狠地向右边倾倒 最终砸在了右边的护栏上 由于速度过快 客车压到护栏后 并没有停下 而是往前滑行了50多米 更令人心惊的是 坚定的波形钢护栏 直接将客车刺穿 一瞬间玻璃四处飞进 车上的乘客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些系着安全带的 死死地抱着座椅 而那些门牛系安全带的 则瞬间被甩到一旁 运气好的砸到旁边人身上 运气不好的 直接被甩到车外 瞬间丢了性命 一时之间 行李和玻璃碎片 漫天乱飞 乘客只觉得一阵剧烈的摇晃 紧接着就是金属摩擦的刺痕声音 然后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车辆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由于侧翻 车门根本打不开 他们只能从车上 破雷的大洞中钻了出来 然而等他们出来后 却发现原本承载 50户人的车辆 现在就只剩下20人 30户挑 先服的生命 瞬间被夺走了 那么这场意外 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其外事故 还使人为祸端呢 随着警方的不断调查 事故的原因 也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震惊全国的 天津高速交通案件的真实影响 短短几秒钟之内 大客车不仅发生测犯 瞬间治理破碎 就连城上的乘客 也瞬间丧命 虽然人痛心的是 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刚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那么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 经过调查 警方最终认为 客车司机云伟 应该在这场事故中 负主要责任 原本这场看似意外的车祸 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 那么 拥有十几年车廉的云伟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的悲剧呢 首先警方发现 事发当天 云伟的车速非常快 与幸存的乘客表述 当天客车的行驶速度 快到压根就看不清路边的防护栏 经过调查 发现事发当天 云伟的车速高达 115.6公里 我国交通法规明确规定 在高速路上 除了小型载客汽车 最高车速不能超过120公里外 其他车辆不得超过100公里 因为车辆的速度太快 会使得制动变差 并且在高速行驶过程中 车速过快 人的视线范围就会变窄 少游不慎就会发生意外 而优伟却因为这个高速 没有完全贯通 车辆少 因此就放松了警惕 怀着侥幸心理 觉得肯定不会出现意外 所以才在超速的情况下 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但最后一个十几年的老司机 仅仅听被超速 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吗 经过调查 警方就发现 运伟还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 运伟就曾驾驶车辆 从唐山出发 下午1点抵达保定 乘客下车后 运伟并没有休息 而是很快又拉了一车乘客 从保定出发返回唐山 期间他并没有休息 就连中午饭 都是跟在服务区 随便买了一个面包 在车上做和吃完的 按照交通法规 开车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 休息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 很明显 因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比较薄弱 甚至面对采访时 还表示开车4个小时 根本感觉不到疲惫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想法 才导致他面对危机时 没有采取合适的方法处理危机 最终酿成了悲剧 除此之外 警方还发现 因为有超载的现象 他驾驶的客车上 核载人数53人 但实载人数却在55人 由于乘客处于车辆的上半部分 重心也比较靠上 正常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混迹 更何况是超载的情况下呢 由于他的侨幸心理 最终35条鲜活的生命 被瞬间夺走 而他本人后半生 也将一直活在 会救和悔恨中 造成这件的局面 又能怪谁呢